我最喜欢阳光了 我喜欢空气 我喜欢穿比基尼 够了 王一芳擅长破解老芳子的旧有格局 换上空气跟阳光的新装 然后她发挥很多的创意 她会在空间里到处的点缀 好比一些新旧融合的FU 造型的门把 梁柱 还有水池等等 水池 那可以在池边穿比基尼晒太阳吗 摄底师绝对没有你这种创意 我们继续往下看 喜欢发挥创意的黄灵芳 除了擅长将老屋换新装 也懂得保留老旧的美 新旧交错的后现代手法 让空间更有层次及抽屠美 这个是我们自己的办公室 对啊 因为我们看到设计师 很会设计别人的家 可是我们都不知道 他怎么设计自己的城堡 好比 对啊 这个楼梯超可爱 超有创意 对啊 就是有一点放松的一个感觉 然后我们除了阶梯之外 还做了一个就是无障碍的坡道 那方便进来的人 并且非常有层次 一边去阶梯 一边像溜滑梯 对啊 而且看到了 比较趣味 对 非常可爱有创意的庭院 这是我们的直升墙 这个是我们可以保留下来的另外一面墙 是 然后我们其实就是用了旧的铁窗 然后把它就是想要做一个 另外一个风格的直升墙呈现 并且啊 这一些砖的感觉都不是故意的 都是天然的 对 这个是最原始的 对 超级有味道 配合了这片水 对 水井的部分的话 我们是希望就是除了做一些 绿色的庭院造井之外 那它会透过风带住水汽 然后进到室内 那也是降到一个调节室温的功能 超级自然的味道 对 好特别的门法哦 超可爱 对啊 这个是那时候我们就是特地去找的一个艺术品 它其实就是一个爬楼梯跟一个撑杆跳 然后 这是撑杆跳 对 这是撑杆跳 那我那时候想说可以有一个比较特殊的门法造型 所以我就把这个东西拿了去找一个铁工厂 那找了很多的师傅 终于找到有人可以帮我们把这个东西就焊成门法 对 全世界独一有二的门法 水泥地 还有凉啊 柱啊 柱啊 都有种旧旧的味道 对啊 我们当初就是希望就是做出这种新旧融合的感觉 所以我们就是让水泥的地板的部分就是保持比较圆貌的感觉 对那现在上面这些凉柱是我们把它原始的天花拆掉以后 直接就看到这样子 包含油漆 哦没有特别的修饰 就是不均匀的 对不均匀的感觉 对 那梁柱的部分跟水 就是水管的部分我们是做外露 是 对就是希望说它可以是不要被修饰过的 就是认识的东西 这跟柱体的部分我们还特意把它包上铁板 感觉特别生锈跟斑驳 对就是故意做锈 不管是原来的保有的 或是你特别做的 其实这种旧旧的味道跟现代的感觉合在一起 有一种后现代感的味道 就是一种冲突 除了发挥新旧融合的创意 黄灵芳也没忘了空间感与阳光空气 拆除不必要的隔间墙 来达到空间穿透与动线流畅的目的 透明天井则带来绿意与空气 让员工在阳光空气的沐浴下挥洒创意 这边本来是一个隔间墙 那我们把它打通了 对 然后让我们这个地方的就是人员进出可以比较顺畅一点 快多了 对 这边现在我们是我们的就是使手间的部分 那所以我们这边也是等于有两个动线 是 那可以让就是比较互相去做干扰 两边都可以进去 我了解了 这边是会议室 那边是办公区 可是现在通了比较快 空气流通 阳光流通 并且上洗手间也流通 对 我喜欢这个落地窗打开好凉喔 而且日照都会进来 对 阳光跟空气都是可以更流通 对 而且这边本来是一个比较小的窗户 那我们把它打成落地窗 然后它跟外面可以做一个连接 是 对 然后可以跟水井这边的一些造井 就是做一个 就是心情上面会比较轻松放松的感觉 真的会 这样一个创意环保的庭园 里面开会的人 应该会很不专心吧 有点 办公室 可以享受到日照跟阳光 最幸福的办公室 最幸福的员工了 对啊 我们当初就是看到这边 有一棵邻居的大树 没看仔细 这边是一棵大树 对 有一个大树 然后这个彩光照 我们想说 大家出来的时候 应该可以就是 就是阳光透过树梢就洒落 对 就感觉说 其实 应该是不会很热 然后可以有一些光线的带入 这样子 对啊 而且我们员工上班 早上的时候 光线比较强 还有戴墨镜上班 你戴墨镜上班 太特别了 早上进来的时候 就是我们后面这道墙 就感觉说好像在室外 那再加上它带着墨镜 就好像到沙滩上办公那种感觉 超有味道 有植栽 有大树 还有阳光 在这边后面 也有再做一个气窗 然后 对 这个窗户打开之后呢 因为又有空气 它是往上排出 然后前面冷空气进来 所以其实它也可以形成一个很自然的对流 是真的耶 而且这是由树吹来的风 超有感觉 而且树梢都在摇动 就是光影会变化 是 其实这也是我们当初想要凸显的一个点 那就是 您说墙吗 绿跟自然 对 为什么特别突出呢 因为我们当初来 其实这就是旧翻新的房子 那当初来的时候看到这一道墙 然后跟我们那个庭院上的那个墙面一样 就是它有它自然原始的这种感觉 是 对 那我们就觉得说其实是可以保留下来 然后跟我们的绿融入在一起 其实我们这边除了就是阳光空气跟水之外 我们就是使用了很多的环保绿建材 哪些地方是环保绿建材 像我们上面的这个天花板的木皮 对 它就是我们那时候找了很久 然后终于到彰化去找到的一个环保的树皮 他们是台湾第一家就是通过那个FSC的那个 就是认证的一个机构 台湾大部分的那个建材的木皮都是做薄皮 那我们就是希望说可以找到比较厚的木皮 来做一些就是家具跟设计 新的设计的这个步骤 厚的木头的话它可以直接用高温高压 就是去做压制 然后所以可能就也可以消除到一些就是 虫害的问题 你的作品想呈现比较深色虫纹的 你可以考虑 就是这样做起来就是堆一味 这支茶 我们开始要把它做的时候 我们就给它有一个编合 就是这一根木头的身份证 然后经过这个编合到每一个制程 都是根据了这个号码这样子走 从它从哪里来到它最终产品到哪里去 它有一系列的控管的一个组织 它的概念就是在于就是说 当我们今天在砍拔一棵树的时候 那我如果说去砍拔一个 那我可能就要种四棵树 就是去对这个生态做一个平衡 不要说就是一昧的就是烂肯烂法这样子 找寻到了心中的绿箭材 黄林芳在家具设计上也不放过 为了实现心中对家具的想象 她寻寻觅觅多次往返木工厂 与师傅反复讨论 这种东西等于是跟一般市面上的 就是一些书桌比较不一样 所以就是我们可能有一些想法 比较天马行空的 那就可能要常常拿来这边跟师傅做讨论 希望说这个东西它呈现出来 是完全颠覆市面上现有的 一些现成家具的框架 所以我们希望说就是让它是很特别 然后是量身打造 照不同的客户就是的需求去做这样子 除了家具实用多功能的设计 黄林芳在一些细节上 也展现贴心的特质 无障碍坡道及自动照明设施 让工作的伙伴时时刻刻享受细微的照顾 今天介绍的黄林芳设计师 不管是老屋的格局翻新 引进阳光空气 还是新旧交替 环保又贴心的绿办公室 都带来另外一种创意思维 重新写下老屋与新旧的定义 是可以调整的 如果你对桌灯有攜带性的话 它可以收折成 就是大概 像一台很小的Nobuq的体积 然后把它拉长 对 这很有意思诶 诶 这很有意思诶 你会 safe 球体自动 飘品 每个人都要快乐 能够的 是 成功 一样 你会